新加坡的牛车水未去过都应该会听过 众所周知是适入华人最高的地方 近年牛车水多了不少壁画,很多都很有意思 要解读这些壁画背后的意思,当然要请教专家 今次我们请来Cultural Curious的创办人Rachel 但我们边走牛车水边看壁画兼听故事 我们左穿右插来到天福宫,是牛车水最大的宫廟 大家来到都会入宫拜神,而我们就走到庙宇的后方看壁画 真是很巨大,目测至少50米长,一看就只是画牛车水 真正有牛、车和水 画里面几乎画出了金色华人在新加坡生活不同的面貌 而画里面另一个重点,就是画有妈祖出租时候的圣景 圣证点出了天福宫是妈祖庙 之后我跟着Rachel走访了牛车水多个有壁画的位置 有些在街头当眼的位置,而有些在暗角窄行 每一幅画所表达的事物都不同,主要离不开民生 在牛车水大厦外面的一幅画,画里面是一个写信人 有对戀、废春感,挺起庆的 Rachel说以前的华人,离香别井 都是靠这些写信人,帮他们写信回乡 这幅画另外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画得很立体 所以他带客人的时候都会帮他们拍照 另一幅挺好玩的,就是位于牛车水美食街 靠近南桥街的路口,有一个水果摊 店主叔叔正向一个小朋友兜售榴莲 他是不是很面善呢?就是名偵探柯南 话说在柯南电影系列中,禁清之权是借鉴新加坡作背景而创作 这些壁画都画得很精美,又大又小 只是想表达这个地方的生活文化 Rachel表示在不同地区画的都很不同 当问到为什么在新加坡社区会有这么多壁画 Rachel解释要从新加坡街头艺术开始讲起 是从新加坡立国开始,街头艺术就存在 但多数都是火车站或没有保安的楼房画画 街头艺术真正被重视,是从2000年开始 那时候在兵海艺术中心,但Rachel同时都讲清楚 过去的街头艺术都是以遗产壁画的形式出现 所以, heritage murals really tells the story of our early immigrants as well as our historic past so when I refer to our historic past, I refer to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you see over here the Malays, the Indians, the Chinese the people who contribute to our traditions even till today so you can find a lot of his mural work commission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arts organisations in Little India, Chinatown, Katong Juchiet, Kampong Glam as well and he likes to play around with these everyday characters that represents the local, the Singaporeans and not just the current Singaporeans but people who contributed to our past as well Rachel解释得头头是道 原来,他在未大团之前,是在大学教艺术 融合了很多新加坡歷史和人民元素之外 还对于作为艺术家,都尿如指掌 天福宫岸年那幅画,正是出自著名壁画家 葉耀宗的首筆 他开始成为币客人 所以他并不是完全是一个全角色艺术家 但他获得了很多吸引和充分 在他的美术艺术家 他离了他的美术家工作 一至二年前 然后他却在这个全角色的美术工作 在Rachel的道想行程中 他还会带你唱游地区的景点 虽然是景点 他都会深入淺出感 讲假一些你在书本上网都未必会知道的东西 例如他带了我们去福德池 福德池的前身 是一间宗池 后来才变成博物馆 还有酒店 完全新旧兼备的潮建筑 里面没有什么文字介绍 最有趣的是这些泥膠模型 人物建筑都好象征 Rachel说 我们在模型所看到的是百多年前 新加坡华人的生活模式 而池前面的地方 以前就是海里 而到了现在 早就变成马路了 我参加的虽然不是美食团 但Rachel经过熟食中心 都带了我们进去 介绍了她最喜欢吃的咖喱角 那种入口即容的美味 我到今天仍然很回味